好 那我们开始进入第二部分 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 其实它解决这个绩效管理里头 具体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对绩效进行有效的评价 咱们认为给大家罗列出几种方法 第一个是这个特征法 那什么是特征法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定义 它就是说 它是强调绩效完成者的一个个人情况 它主要是关注被评价者的一个 稳定的一个个人特征 也就是它主要演于这个个人 它在完成这个绩效过程中 它的那种个人的特征 个人的那种特质 这个特征可以它是一种性格 或者是它完成这个工作的一种毅力 坚韧程度 这都可以算是一种特征 那么它通常不直接使用 而是包含在这个行为评价的这种内容之内 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 它更主要的 咱们这边强调是这个在行为评价 被纳进这个行为评价范畴里头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行为法 行为法它具体什么样的什么行为法呢 它是强调员工完成工作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咱们说像那种富士康 它是主要苹果手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工点 它在里头主要负责这种装配 那么这个员工他在装配这个富士康 就是苹果手机过程中 它表现出来一种专注准确性 少失误率 这种它就是员工在完成工作过程中的一种行为 就是你能不能表现出跟这个工作需要的一个素质 就是想吻合这种行为的就是他的一种行为法 那么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行为跟结果间隔之间很长 也就是说他这个比如说像 比如说你要评估这个富士康员工 他装配这个苹果手机质量的好坏 你不能当场就能够展现出来 你必须得通过一段时间 这个客户对这个苹果手机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能够感受出来 所以就是他这个直接装配的行为 跟最终手机使用的质量之间 他还有一个时间差 所以他就是说之间并不是那么明显 他之间有这么一个相对一种间隔过程 那所以就是现在对这种行为法 他这种修正 就是说他要尽可能通过这种预测预判 来评估你这种行为所可能带来这种结果 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做出很多种 比如说你是不是对这工作尽职尽责 你是不是完全严格的按照这个操作流程来进行操作 这些都会对你这个结果预测产生这种有效的预见作用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努力在建立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 这种对应的对等的关系 这就是行为法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果法 结果法 这个主要是一种结果导向 就是说根据这个结果来评估 或者来倒催你的过程 就是说我不问你怎么把这事完成了 我只要看你这个是不是达到我这个期望 这是一种结果导向 那么他这个就是说是员工行为熟练 行为以结果之间有一种明显的联系 结果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种改善 就是他这种考量一个标准 就是这个结果法以结果为导向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结果 他有哪些对应的这种步骤 这边第一个就是一个确定关键的一个职责 就是怎么来确定这个关键职责呢 首先第一个是跟职位有必然联系的 就是通过这种职位描述来界定 也就是咱们那个之前给大家说的那个 岗位说明书也叫职位说明书 通过你的职位说明书明确你的职位的关键点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确定不同职责领域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在一项工作里头 它可以涉及到很多种分工 但每一个分工 它在这个工作里头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还是回到那苹果手机 咱们知道就是 苹果手机对富士康来讲 它这种装配 只是说完成这个苹果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步骤 但更核心的部分 咱们知道像那个苹果这个手机的一个程序的设计 苹果这个品牌的一个附加值 它都是归于这个苹果公司所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富士康的那个代工辛辛苦苦挣老半天 但还不如人家一个那个苹果拍脑袋 苹果那个管理层拍脑袋挣这个钱来的多 根本的差异就是在于这个不同职责领域一种重要性这种差别 就是关键领域的不同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确定关键绩效的一种指标 这咱们这边给出了这四个方面 一个是数量 一个是质量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时间 这四个方面来确定这个关键绩效指标 就是在很在组成一件产品 或者组成一个最终产品的时候 有非常多非常多种指标 那么在这么多纷繁复杂的这种指标里头 我就需要确定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那么核心的要素就是这么四个方面 数量质量成本跟时间 抓住这四个方面 那么就抓住最关键最核心这种领域 第三个方面是确定绩效的指标值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指标 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它就可以帮助人们来理解理想的绩效效果 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到实现 就是说要通过这个绩效指标值 这个值本身来确定你这个结果 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你的指标 这比如说咱们还是可以通过那个苹果手机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机 它那个次品率 就是因为一个完好的苹果手机 它应该能够满足它这个产品说明书的各项功能 但假如说它这个静音键坏了 它这锁平键坏了 那么就是说明你在这个装碰 或在你的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那么就这个它就会对你这个关键的绩效指标 产生这种影响 就是这个确定绩效指标值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行为法对应的 它是一种胜任素质模型 就是说行为法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测量 对应的现在更多的采用是 咱们常说这种叫胜任素质模型 就是说你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根据你这种能力素质 我建立起相应这种模型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确定相关的这些因素 这个因素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要有助于在工作里头 做达成高绩效的一系列的知识能力的因素 就这些比如说你要还是回到那个 就是你要搞一个苹果手机 设计一个苹果手机 那你首先就是一个是区分一个是软件硬件 软件你可能就是里头那些程序啊 怎么跑啊怎么设计 这是一个方面硬件就涉及到这个芯片 触摸屏电池 包括这个后面这个外包装 就这些壳 这些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围绕这些关键的因素 它这些相关能力跟这个素质要求 对应有哪些呢 这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那么在确定这玩这些核心要素之后呢 就是要对这个胜任性进行这种区别 有时候它通过这种胜任性区分出一般员工 跟优秀员工 就是有些人他可以 比如在这个芯片的组装 或者在电池的这个耐用性设计上 它要比别人高出一筹 那么就可以说明这个员工在比别人这个胜任性这块要更加有区别性 要比别人更加这种厉害 这就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区别性胜任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基准胜任 基准胜任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及格线 就是你要做好这项工作 你肯定得首先一个门槛一个及格线 就像咱们说那个你要做好这个职业律师 那么你首先在中国你就要参加这个司法考试 这种通过率只有10%左右的这种司法考试 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它就是一个基准一个及格线一个基本线 你达到这个基本线之后 你才能够谈上去胜任 所以这就是咱们说胜任数字模型里头 第三个这个基准胜任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行为评价法 它对应的有两种这个相对一种评价 一种是叫相对评价法 一种叫绝对评价法 相对评价法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一定是有一种比较在里头 有一种比较排序的因素在里头 那么绝对一种评价法呢 它其实就是有点相当于咱们这种相对来讲 是相当于定性 定性一点 所以就是这两种方法 咱们再接下来会给大家做具体的讲述 首先这个排序法 排序法它有点像咱们那个说的这个 叫做职位薪酬体系一样 它就是把这个员工统一从最加到最差 来进行这种排序 就是最好的员工跟最差的员工 按照这个顺序进行这个排序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交替这种排序 就是说最好最差先定出来之后 然后再次好次差 然后再不太好 那个不太差 中间这么正一个交替这种方式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排列出这么一个 一二三四这么一个顺序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就是第二个相对比较的方法 就是这个叫配对比较法 它是对被评价的员工进行这种两两的比较 就是咱们随机找出两个来 一比肯定能分出一个好一个坏 再通过这个又再跟另外一个再比出来一个好坏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又能够相对排出来一个一个高低 就是一种配对比较 在比较完成之后 再根据这些分数进行这种相对的这种汇总的排名 最终得出一个总的一个排名 就是咱们说这种配对比较法 接下来一个就是说叫强制分布法 这是运用到统计学的这种正在分布 就是对群体的形式 对员工进行这种排序 就是把这些按群法划分 叫弄出一个正在分布的一个状态 它一般不单独使用 它一般是跟这个群体这种统计 这种进行这种综合性的分析 它一定要还要结合一定的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 通过这种方式 最大程度实现这种排序准确性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评价里头这种绝对评价法 它对应的有哪几种方面 咱们刚才说的是那种是那个相对评价法 绝对评价法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评语或者是描述 它直接就是来自于你的主管上级 直接写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它的一个最绝对的评价 就是说上级对应的评语 就直接对应性 就是一种评语法 第二个就是一个行为核查清单法 就是说把你关于这个行为 那个列一个清单 然后对照被评价者的一种行为表现 做这种记号 就有点像咱们说这个分项 像那公务员这种叫德能情绩联 这某个方面对应这种评价 就是一种行为核查清单法 第三个是这个图尺度评价法 就是说是对你这个生日素质 它进行这种等级打分 就按你这个不同这种表现水平 进行这种等级划分 就是用这种图尺度进行这种评价 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关键事件法 就是说在这么多这个事件里头 它肯定有一些是关键的因素 就有点像咱们说说要看人 就要看他的人品 看他这种能力 人品和能力就代表一个人这么多素质里头 最核心的素质 同样对员工的这个评价里头 同样也有一些关键的事件 比如说你这个考察你的医生 肯定是要考察你救死服上的能力 考察护士 肯定要考察你个兢兢业业 照顾病人这种态度跟这个手法 这种它就是一种关键事件的一种方法 那么接下来第五个方面 就是一个行为锚定等级一种评价法 它就是像这个咱们说那个船一样 有个抛锚 有一个锚定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要制定跟不同技巧水平 相联系一种行为锚 来直观评价这种技巧水平 就是说你在不同技巧水平 肯定有对应的有一个锚 那你相对应的 你达到这个低层次的技巧水平 你只能对相对应这种低级的这种锚 你如果高层次的技巧水平 那你肯定有相对应这种高级的锚 我只要找到对应这个锚 我就能够判断你相对应的技巧水平 这就是第五个方面 第六个方面就是行为观察评价法 就是说判断在某一个绩效周期里头 员工在每个行为上的一种效率怎么样 就是因为在每个效率周期里头 你要完成一件事 你肯定对应的都有这个行为 那个行为各个行为组合起来 那么主要是要观察你这些行为 是不是做的到位 是不是到点上 那我就可以对你这个行为进入评价 这就是咱们说的行为观察法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绩效评价表 这边给大家列的是一个绩效评价表的模板 它有这么几个方面构成 一个是员工基本信息 另外一个就涉及到评价的一个基本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应的一些补充条件 以及最后员工的意见的一种陈述 有这么几个基本方面构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方法的应用 它可以是一种应用 也可以是两种 甚至是多种结合在一块的应用 那至于这个评价主体 它可以是员工个人 也可以是围绕员工 跟它相关的一个上级客户 同时这些方面都可以对它进行评价 最后集合到一块 它就是一个对它一个技巧的评价表 然后这些评价表 就是在你的更高上级 看到你的评价表 对你肯定有更加清醒的深刻的一个认识 通过各方面的评价 汇总出你对你最终的一个评价意见 这就是这个绩效评价表 一目了然 可以比较全方位的感受你的这个绩效 管理这个信息 好那我们这部分就讲到这个地方